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千言教育一风 一风说品必有精品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就接着我们的系列课 继续往下面讲 那么今天是我们的第11课时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上几个的话 把我们的一个动态学完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进行学习 我们那个定向 是吧 那么这个座标器的一个定向的话 我们怎么去进行学习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定向 那么接下这个里面有很多内容 是吧 那么第一个是我们的动态 是吧 那么这个动态的话 和我们上节课所讲的动态 是一个意思 只是说它点的一个 这个圆点的一个定位 它跑到这个位置来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区 去定义它的一个什么对焦点 什么这个就比较方便了 所以一般情况 我们用这个动态的话 你可以用我们的一个动态 你可以用我们定向里面的动态 这两种其实都不冲突的 你想用的谁就用谁 是吧 然后第二种的话 就使用我们的一个 下面的多种方式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就给他们进行讲一下 我们接下来这里面这些 坐标的一些选用 我就简单讲几种 好吧 那么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三个点 其实这个的话 其实用的比较少 比较少 但是我可以进讲一下 是吧 三个点 就是说确定出我们的一个 x点 y点和z点 比如说我们现在进行定一下 x点 放哪里 放比如说 我就以这个面来进行说 我们的一个两点之间 是吧 两点之间 这是我们的x点 这是我们的一个圆点 是吧 确定一下 那确定我们x点 ok 就是两点形成一条直线 对不对 从圆点出发拉过来 ok 那么这个方向是我们正x 所以说我点放在这个中点 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x的方向就确定好了 是吧 正x方向 那么y也是同理 我这边再指个点的话 那么一个y方向两点 哎呀 这个方向正y也出来了 是不是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确定调两个方向 那么我们的z轴方向 也就自然而然出来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三个点 它的一个创建 我们坐标的一个方式 是吧 那么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用的是比较少的 因为有很少 有这么方方便便 算能够快速的点到 中间的一个地方 没有 这个很少 就是说我们用的比较少 那么第二种什么 第二种是这一种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是哪一种 就是我们的这一种 也是我们的一个圆点 x 轴 y 轴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 所以我们选择我们 圆点 x 轴 圆点怎么定义 选择我们的一个连点之间 是吧 那么接下来选好之后 那么接下来 选好之后 那么下面的话 点击确定 那么x 轴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就选一根轴线就好了 对不对 你就选一个边线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是一个四方块 对吧 那么接下来 你想要正x朝向这边 还是这一边 如果说我想正x朝向这一边 那么我们来进行选择x 这个时间的时候 我来进行点正跟线的一个位置 我就要靠右 点这个区域 那么它右边才是正x 懂了吧 那么正y也是同理 y的话 你想这个y的轴 是朝上为正y 还是朝下为正y 那么也是同样的道理 是吧 我们就把这个线往上点一点 单击这根边线 那么它就会以上为正y 如果说点下一点 它就会以下为我们的正y 所以说这些选线的地方 也是有技巧的 同学们的话 可以把重点五角星做个笔记 好吧 我们x我来进去点一下 选择什么 选择我们的一个这一边 OK 大家看一下 那么右边为正x 是吧 y选上面一点 OK 点一下 你看一下 那这坐标也出来了 是吧 就是通过确定我们的远点 确定我们两个轴的方向 就能够得到了我们那个坐标线 是吧 这是我们的第二种方式 也用的比较多的是吧 确定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三种 是什么 那么第三种 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直接的方式 也是我们的一个对象 csy 这个是最简单的 最简单 那么它是怎么进行用的 点击它 那么接下来 比如说我想要这个平面 是吧 我点这个平面 是吧 一点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一个 这个坐标系 就会自动的移动到 我们的一个方形的一个正中心 正中心 这个点是平面的正中间的点 这个毋庸置疑的 肯定是的 然后我们的一个x和y的方向 它是自动变的 它不是说默认为 默认以x的一个 默认以常众方向为x不是的 它是自动进识别的 首先的话 它的话就这么一个缺点 别的都听 就这个缺点 首先的话 如果说你想一次性搞定 你就嫌麻烦一点 是要用这个内容 是吧 如果说你不嫌麻烦 你就用它就行了 用它 比如说我这么应用完之后 我再选择我们的动态 大概进去旋转个90度 是吧 也可以 对不对 这样的话也可以 说想的话 同学们的话去理解一下 好吧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定向里面 我们所会用到的几个坐标系的一个定位 是吧 下面还有一个绝对csy 这个绝对的话就是最简单的 是吧 是因为我们的一个绝对坐标系 它有绝对坐标系的位置 对不对 那么这个肯定不是我们绝对坐标系的位置 是吧 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方向 与我们走下的这个方向是不一致的 是不是 所以像如果说我们要把它变到我们的绝对 坐标 那就最简单了 是吧 wcs 设为绝对也可以 或者说定向里面 也有一个叫做绝对一点 点击我们的应用 大家看一下 这个坐标系跑到我们绝对坐标系 绝对坐标系的一个位置上面去了 是吧 这是最快捷的 这不是说 不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设置的一个方式 好吧 那么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当然还有了 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个当前视图的csys 什么意思 就是我现在这个视图转正这个状态 ok 然后这边点击我们的一个当前视图一点 点击我们的确定 发现没有 发现我们这坐标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右边振x 前面振y 上面振z 那么这个坐标就是我们当前视图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视图方向 是吧 它的一个坐标的一个显示 是不是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 或者说我这边也可以这样 就是我们这边再点击我们那个格式 wcs 是吧 我们的一个定向 所以这个的话 这个当前视图的话 我们在这个里面是用的比较少的 这里面我们用的比较少的 偏重我们也不会去用它 所以一般的话 在这个里面我们用的最多的 就是我们的动态 自动判断 自动判断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容 就是我们对向csys 然后再是我们的一个圆点xy轴 这是我们这几个最常用的 绝对的话 一般我们的外面点不会在这里面点 所以说 这上面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么几个命令 同学们的话可以通过我的操作 自己去操作一下 来进行动动坐标系的一个移动 好吧 进行学习一下 然后这些的话 还有什么 比如说我这边先选择我们的对向csys 点一下 确定一下 OK 比如说坐标系放到这位置来了 但是我们按一下f8摆正视图 我想摆正在这个状态 摆正坐标系的状态 这样进行摆正 是吧 这样子好像摆正不了 是吧 你看摆正不了f8f8 你看都摆正不了这个视图 我所想象的视图摆正不了 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有个功能 在我们的一个视图里面 这有个叫什么 有个叫做我们的一个定向 定向点定向之后 这不是根据你坐标系的一个方向 进行定位了 比如我点击确定 你可以看一下 是吧 它就会按照你这个坐标系的xy 来进行定位我们的一个视图的一个摆放 是不是 所以这个的话 我们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这个定向这个命令 好吧 所以同学们的话 大家呢 多去用用 好吧 这个定向的话 就是有时候 我到要到一些特定的视角上面 去进行做我们的造型 或者去观察我们的一个模型 哪个形状和位置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做 是吧 或者我需要在特定的视角来进行做 这个区域的一些辅助线 对不对 那我们也要通过这种方法来 就是我们先把坐标系创建好 然后再设置我们的定向 进入到这个视角的一个 视图的一个摆正的一个方向 然后再来进行做它的一些线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基本上呢 我们到后续的一些 建模里面呢 也都会引导用起来的 好吧同学们 这个的话大家进行理解一下 好吧 然后最后一个就不能说了 是吧 绝对嘛 是吧 一点绝对就出来了嘛 是吧这个是最简单的 也是最快捷的 好吧 然后这边当然还有什么 比如说我这个坐标系 我再来一下 我们就啰嗦一点 啰嗦一点点击我们的一个定向 选择我们这个区域确定一下 这就坐标系了 是吧 然后这个里面还有个什么 还有一个叫做保存 是吧 这边还有个显示 显示的话就是看不见了 是吧 看不见坐标系了 这边我再进行点击我们的一个显示 就能够进行显示出来 所以一般我们都是显示出来的 好吧 然后下面的话这个区域 还有我们的一个保存 点击保存之后 它这个上面就会保存一个csys 如果是我这边把这个坐标系 还原到我们的一个绝对 坐标系位置上面去 那么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坐标系 一个位置 一个定位 对不对 我们可以怎么办 我这个坐标系可以回到这个位置来 是吧 也就相当于是保存多个坐标系 这个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是吧 我们到后期mcs 我们加入坐标系 也可以进行保存这个坐标系的 就相当于话有了它之后 我们就方便我们后期的一些 坐标的定位 就不需要去重新找了 是吧 因为这个坐标系动了 那么他就不知道 它原来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要重新去调 但是我们保存一个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去调了 是吧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定向 是吧 给它进移动到 我们哪个坐标系上面去 这个的话就是通过 我们的一个自动的一个设置 选定csys 是吧 选定我们这个位置 是吧 点击我们的确定就过来了 是吧 这是最怎么说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同学们的话 多去用一用 熟练熟练 好吧 多去用一用熟练熟练 然后我的一个坐标系 我们同学们 大家我们就告一段落了 好吧 坐标系就讲完了 那么下面的话 就是有些内容 会和我们坐标系相关 好吧 就或者说我们换一个直线 对不对 它这里面的点的一个位置 它就有我们绝对 有我们wcs 对不对 这两个区域就是以坐标系的一个状态 是吧 你是以我们绝对坐标系的一个零点为基准 还是以我们wcs 当前坐标系 我们所做好的wcs的位置为基准 是不是 所以坐标系的话 是贯穿建模和编程 都会用的 所以同学们的话 一定要学精通 好吧 大家能够进行理解它 然后我们这个坐标系 我就讲这么多 希望同学们能够进行理解 然后我是千言教育义丰 同学们可以叫我义丰就好了 好吧 或者叫我丰哥也行的 然后我们千言教育的话 目前有两种类型的课 那么第一种类型是一个体验课 也是一个免费课 那么每天晚上8点30 到11点钟 你只要有时间 就来到我们的课堂进行学习就好了 好吧 会跟他们进行讲到 我们产品和模具的一些相关编程 不知道哪里听我们的体验课的话 可以去加上我们哪个客服老师 让我们老师把课堂链接发给你 来到我们的课堂进行学习 好吧 然后第二种类型的课就是我们的 一个收费课 收费课的话 是一个从零基础开始的一个系列课程 然后它是我们的一个直播 加录播加课后一对一辅导的一个 授课和教学的一个方式 一个系统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班级 好吧 然后内容有我们UG的一个三轴产品 三轴模具 然后周期的话在4到5个月 有基础的话3到4个月时间 好吧 根据你的一个学习时间的进行定义 然后我们讲时也会给你安排 学习计划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UG的一个 4 5轴 在一到两个月时间 会包含我们的VT 和我们那些后续里的制作 然后再包含我们的一个Promule PM Promule Promule的话 在我们的一个两到三个月时间 好吧 也是一个都是一个专门的一个直播 加录播加科学一对一辅导的一个 授课的一个科目 同学们可以了解一下 好吧 那么如果说想了解我们系统班 你可以加上我们哪一个科夫老师去进行咨询 好吧 那么今天这个分享课呢 也就到这里 希望同学们能够有所收获 那么有收获的话呢 希望大家能够点赞转发吧 好吧 让更多的朋友来进行学习我们的UG编程 好吧 那么同学们再见 大家好 我是千银一峰 今天又给大家送回来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来进行做一些螺纹加工 不管是音质的 工质的 还是一些挤压螺纹 那我们肯定要去查找一些它的螺纹的参数 是不是 那些螺纹参数我们从哪里去找呢 那么今天我就把这一整套资料送给大家 好吧 大家只要在下面评论区输入我要资料 就可以领取这一系列的一些图文表 还有我们那些参数 好吧 我们先看一下啊 这里面呢 包括我们的这种挤压螺纹的一些内容啊 挤压螺纹啊 是一些要求一些设置 是吧 也包括呢 我们再进行小化料啊 包括呢 我们的一个工查等级 然后一些音质螺纹的一些查表 包括我们螺纹规格大权 音质的呀 音质螺纹的一个规格表啊 全部都有 对不对 你要查什么螺纹 查音质查管螺纹 还是查我们的一个工质螺纹啊 都能进查到 也包括我们的底孔啊 然后标准的一个手册啊 全部都有 好吧 然后呢 需要小伙伴 可以在啊 项目评论区啊 评论啊 我要资料 就可以拿到这一套 我们所有的这种螺纹 相对应的一些表格了 好吧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编程螺纹就不用愁了啊 资料全部有了 好吧 啊 那么记得 免费的小翁星 点赞走一走 好吧 那么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